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虎的人在这一年还要维系良好的联系关系 要克制出暴躁的坏脾气 尤其要对亲朋好友更温和一点 事业上属虎的人在2021年可以得到天以贵人心的帮助 即便遇到困难也能够得到高人的帮扶 从而迅速的脱离困境 而自主创业的朋友们不可过于冒险激进 要稳抓稳打 否则很有可能因为一个错误性的决策 让整个公司走向倒闭 对于官场的朋友们 要认识到处事圆滑的重要性 不要故意死板 要善于裁言观色 不要不顾及场合随口乱说话 否则都会将给带来自来毁灭心的打击 至于大多数普通的上班族 这一年的职场生活算是比较清闲的 没有什么大事需要处理的 凭借他们的能力 能够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游刃有余 进入了2021年 生肖虎的朋友们一定不能好高骛远 只想赚着大钱 不屑于赚小钱的话 这一年将一无所获 职业刹会制造各种的货端 在投资理财方面要小心哦 不能将全部的财都拿去购买高风险的股票 否则很有可能会倾家荡产 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 适当地经营些副业 比如说给别人带带家教 做一些小盆买卖等等 都是十分不错的选择 这一年疏忽的人要及时斩断无效的社交 不要在狐盆狗友间往来中花费太多的金钱 因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如果有人找自己借钱的话 要三思而后行哦 最好能够立好借据 舒服的人在2021年 单身的朋友们要抓住红软心带来的好运 结识到异性的机会会变得很多 暗恋多年的对象 也有很可能会率先对自己表白 最终成功的脱单 不过脱单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 感谢的维系也需要技巧和经验的 不能过于大意 有对象的朋友们虽然说一些小事上也会出现矛盾和争端 但大体上呢 彼此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很有可能呢 直接举行订婚的仪式 已婚的朋友们在2021年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 有时候甚至还会为没钱而烦恼 但家人先的感情还是十分的亲密的 在健康方面呢 属虎的人2021年精神状态不够好 孤城会让其变得封闭和低沉 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 就会让其感到过于忧郁和低沉 要试着敞开心房哦 多和亲朋好友们交流沟通 一旦达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 比如说抑郁症 还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哦 这一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容易因为饮食作序虚乱 而诱发了各种的疾病 评论里要记得定期的检查 不要去怕害怕看医生 同时呢还要懂得养生之道 另外还要注意哦 意外的事情发生 不要去参加危险和活动和专案 开车的时候也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上面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2021年生上湖的运程 希望大家会喜欢 看完记得订阅我们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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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